南海有預期 推介下廣州酒樓三種常見的河鮮 鞭魚 黃油漬 巴魚 鞭魚的證明是三角房或廣東房 鞭魚在珠江水系比較多 是很容易買到的野生河魚 本月南沙江邊賣15一斤 市區市場賣20-25 酒樓賣45都合適 鞭魚一般都是蒸 南角就最大 味道和口感都很好 鮮味嫩滑 但有點切 飯店又容易蒸得過鎖 黃油漬 證明是梳 相對於烏頭 它的頭煎細長 體色偏黃 肥身的 皮下有層黃色油漬 它比烏頭吃味好些 但是廣州珠江的黃漬 有油味和泥味 玉蘭塔 在潘魚腰旗吃過時汁 蒸黃製 同樣月齒 乾煎應該好些 野生48不貴 但是更推薦鞭魚 米豬三角 鮑魚目前是具體指暗民東方團 飯指是自然為低毒的淡水限淡水河團 江裏邊的油水鮑魚是木毒化養殖的暗民東方團 潘魚海歐島有大型的養殖基地 酒樓賣98一斤 我覺得食味沒有傳說中的那麼好 一般刺身 雞油蒸 白燒 滾湯等等